園警一趕到現場 還沒見到人就聽到大聲嚷嚷 沒有房屁的主機啦 怎麼樣 直接歡迎男人情緒還沒平復 嘴裡念念有詞 工作人員也在一旁安撫 給我吃酒給他 他跟誰 見到園警到場 男子似乎情緒更加激動 說話越來越大聲 登場被制止 來 開玩樂13號 原來他打傷工作人員 就怕再有脫勢行為 園警立刻將他上銬 帶回派出所 新店區公所就在新店行政園區 一旁有衛生所 還有國民運動中心 就連護政事務所也在這個地方 日前平日的中午時段 還有不少來辦事情的民眾 二十四歲徐姓男子無業 有傷害前科 日前到區公所 申請低收入戶等社會福利 疑似和社會客的張興約聘人員 勾頭上出現問題 誤以為申請沒有通過 竟然出手攻擊 造成對方臉部手部挫傷 被遺防害公務和傷害罪送辦 幸好第一時間 現場民眾上前幫忙制止 才沒讓情況更加嚴重 但有什麼事情不能好好說 非得要動手殴打公務人員 社會福利都還沒領到 先進派出所喔 TVB的新聞 小莫宜蘇佩宇 竟然賣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